早安 原意想活家 I'm my candy 今天要再次分享的是 我们的皇宫菜 也就是 洛葵 皇宫菜是它的别名 这种 像 牛皮冻般的 肥厚柔软 吃的时候它的口感 就像木耳一样滑嫩 皇宫菜它的抵抗力很强 然后很少病虫害 所以是一个 好看好吃又好种 不生虫的蔬菜 而且它可以一年世纪 都是如此美妙 它不需要太多太阳 就是半日照甚至日照多一点都OK 所以一年世纪呢 都可以吃得到 如果你照顾得好 除了天气比较冷的时候 会比较差一点 这样子的皇宫菜呢 其实它是属于高盖高铁 而且抗癌抗氧化 非常棒的这个蔬菜 我们平常常常吃了一堆的蔬菜 偶尔吃吃不一样的 这样子 像野菜般的 特别的滑顺的 口感的蔬菜 皇宫菜 这个其实呢 大概就是我 七月底的时候 像这样子一小刻 然后移植过来这一盆 然后不断的擦汁 大概上两个礼拜开始擦汁 然后一次像这么 一下子一个礼拜就大爆棚 又擦汁又大爆棚 今天呢 我们又要来擦汁 我示范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非常简单 你看看这一颗这么茂盛 我就会这样子剪下来 这样一截 看看这个叶片 哎呀比我的手长还大 我就把这样子的叶片呢 剪下来 好 这样子就可以擦汁了 我大概留个一二三三 三截左右 然后 这样子 好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 就把它 找个洞洞 就直接擦下了 擦进涂里面 这个叶片 这个叶片呢 大概一个礼拜左右 它就长根了 然后 就开始再茂盛咯 这就是我们的 皇宫菜 很棒吧 好吃好重 又营养的 皇宫菜 我们今天要采收在叶茄 它又开始 可以爆棚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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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